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讨论新闻时事 今天新闻首先先带大家来关心 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如果精神不好的状态下 真的先不要开车 像是在高雄凤山有一名男子 他因为精神不济还是开车 结果他的车子失控 就直接撞上路边的车子 还波及了骑楼下的四辆机车 一共造成了两辆汽车 四辆机车严重的毁损 而这过程相当的惊险 目击的民众都忍不住尖叫 汽车保龄求是冲撞 爱撞的汽机车喷飞 造势车辆在失控 追撞路边的另一辆汽车 被撞飞的机车也冲进骑楼里连环撞 过程惊险 目击民众忍不住紧声尖叫 撞机力道猛烈 其中一辆轿车的后车厢 直接被撞凹 停放一旁的机车 犹如保龄球般被撞倒 喷飞两三户人家的机车 更是几乎完全撞毁 维修费出估近十万元 意外发生在凤山区自由路 二十六岁的驾驶开着 租赁车辆造势 总共造成六辆汽机车受损 驾驶没有喝酒疑似精神不济连环冲撞 就撞得很严重 他好像速度蛮快的 撞到那个停在旁边的车了 车子都毁掉这样 还好车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造势责任还有带警方理清确认 TVBS新闻许克成高雄报道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桃园警方日前有破货接货报案 有民众遇上了投资的诈骗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想要破案 就得将计就计 干脆请被诈骗的人 直接把车手给约出来 让被害人用假的钞票 来交给车手 那这个车手一收到假的钞票 当然是非常生气 气得大骂的时候 警方当场待人 警方骑车到抽伤前 逮人嫌犯早被盯上 还搞不清楚状况 警方当场将糖压制 反手上扣逮捕 但嫌犯不愿配合 不断的挣扎 事情就发生在桃园 一处超伤前 日前有民众报案 遭到诈骗集团 以一页式广告 假投资 真诈骗 已经投资200多万 都要不回来 诈骗集团还继续 诓骗他再交出150万元 当手续费 气得马上向警方报警 警方将计就计 要被害人假意配合 约出取款车手 在一房间热门编号 hr4844268xd 玩具超 交给车手 没想到这车手 看到假超气的当场大骂 警方也趁机将人给逮捕 炸其车手聪明反被聪明误 以为能成功取款 反而落入了警方的假超陷阱 被逮个正招 警方一炸气罪将他移送法办 TVBA新闻 廖钟庆 桃园采访报道 来看到先前网红耀乐 就指控他在16岁的时候 跟艺人严雅伦交往的期间 他说当时被偷拍了性爱影片 而严雅伦事后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性爱影片 他没有流出去 而是维修手机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影片 留外流 而且他没有自主的来散播 不过在检方侦查之后呢 今天是依儿绍性剥削防治条例 将严雅伦给起诉 而至于防害性自主的部分呢 目前检方这个是不起诉的 而目前严雅伦也表示 他说他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耀乐要突然对他提告 他说在过去这五年期间 其实他们都是有联络的 甚至他在今天的声明当中 也说不知道耀乐到底是为了名 还是为了利 那么法界就评估 如果耀乐跟严雅伦 双方是没有和解的话 严雅伦最高可能得要冠八年 今年六月 艺人严雅伦对网红耀乐 鞠躬道歉 他被指控交往期间 涉嫌偷拍私密影片 耀乐说着当年他才十六岁 严雅伦违反他的意愿 事件曝光后 检方展开侦办 市林地检署八号起诉严雅伦 其诉书指出 严雅伦拍摄私密影片后 分别传给两名网友 二零一八年 他的成性朋友 还从网站下载影片 传给严雅伦观看 严雅伦事后解释 是手机送修外流 监警在他家和工作室 扣走四只手机 严雅伦甄讯时表示 为了助姓才拍摄 对方当时没制止 检察官从影片认定 双方当时面对面 耀乐可轻易察觉 严雅伦持手机拍摄 认为严雅伦并没有 违反对方意愿 这让他逃过七年以上的重罪 不过检方起诉的 包括拍摄儿哨性影像 因为案发时间适用旧法 最终可除五年有期徒刑 另外严雅伦无故继续持有影像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来下场可能是这样 如果他能够跟钢丝人和解 可以争取缓刑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说最重的话 有可能会判个一罪一罚 有可能四五年 那两个人在打折的话 可能要高七八年 是有可能的 严雅伦案发后传出为了改运 把本名吴庚林改成吴炳如 希望能一扫过去阴霾 严雅伦在起诉后回应 真心诚意面对过往 从未有散布意图 反问要乐近五年都有联系 至今仍不能理解 提告动机是未明还是立 要乐则发声明 控诉严雅伦一再辩解 强调这不是无足轻重的感情纠纷 而是毁灭一个 十六岁少年人生的沉重打击 对于防害性自主 不起诉的部分 将和律师言议提起在意 TV视频宣传室 简余琪台北报道 好 观众朋友会长也说 修手机之前 记得要恢复原厂的设定 不然就直接再买一台 不要修了 的确如果手机里面 有个资的话 要维修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的小心 另外我们持续来追踪网红 久妹跟蕾拉夫妻 被抓到持有大麻的这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说 其实久妹跟蕾拉夫妻 都已经拍影片来道歉了 但是现在有网友就发现 久妹她的道歉影片 竟然还有开盈利 而且很短的时间内 就登上了热搜 所以现在呢 风向好像又转变了 而至于蕾拉呢 则是有律师认为 他们在道歉影片里面 把小朋友 自己的孩子拿出来说 可能是一种情绪勒索的道歉法 另外呢 原本也传出 其实蕾拉的老公 唐宇呢 他们本来是否认 有吸毒 说是从泰国带回来的 但是现在却改变说法 紧急澄清 强调自己没有带毒品回来 就是因为呢 如果你是自己持有少量的毒品 是两年的薪则 如果吸食的话是三年 但是如果你今天从泰国带回来 是夹带返国是属于毒品运输 刑则最高呢 可能会来到无奇徒刑 百万网红Joman家中被搜出毒品 穿着黑色短衣和长裤 只带着随身物品 在大批警方借户下 代理住家 表情凝重 前往警局征讯画面曝光 同时被抓的 还有网红雷拉及丈夫汤宇 同样全身黑 被代理住家 连经过的狗狗闻到 都觉得不太对劲 而这波扫荡有10人被抓 当时传出汤宇 在第一时间就推说是 不小心从泰国带回 想要规避 其实不小心从泰国带回来 这个说法 同一批被抓的10人 有好几个都这样说 或许是想避重就轻 但可能会惹祸上身 就是因为去年6月 泰国大麻合法化之后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 特地飞到泰国体验 被抓到的网红们 以为说误带就能规避 隔天的说法却大转变 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 跟台湾都吸食过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雷拉甚至在贴文中 再度强调他们绝对没有 从泰国吸带任何毒品 入境或走私 就是因为刑则差很大 如果是持有或吸食大麻 分别仅两年和三年以下徒刑 不涉及贩售的转让行为 则是五年以下 但若从海外夹带入境 可能会构成运输 二级毒品行为 可处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如果他不知情 不小心带回台湾 那确实有可能不成立运输 但是这个难以证明 至于如果是向网派购买的话 这部分则有可能会成立运输毒品罪 久妹向警方公称 大麻是网购来的 外传网红圈要取的大麻 都是有专人介绍 以地下网购的方式购买 由于正来买家 通常不会想泄露身份 最常使用加密货币 结清取货 殊不知现在的交易平台 已经有和警方合作 能随时冻结钱包 也会配合调查 并非完全匿名 这波扫荡 毫无焦急的食人被抓 恐怕也是因为 毒品的源头都是同一人 TVB的顺 蔡明轩关于 好 刚刚看到很多观众朋友 在讨论说 现在正值秋冬 正好是虎头峰 经常出没的季节 的确是这样 像是在新北市土城的老人会 他们举办了花冬三日游 但今天早上十点多 他们到台东的鸾山森林博物馆来出游 119个人缤分成两路来走 而其中走在枝干道的旅客 在半路就遭到了密封的攻击 其中11人被遮伤 还有两人一度是意识不清 紧急送医的来急救 而这一回攻击人的密封 其实就是中华大虎头峰 它是国内目前最毒的密封 而它会躲在入口大约50公尺的树下 而捕风的达人就抓到了将近一千多只 救护车火速开往医院 跟时间赛跑伤患 一鸣一鸣抬下来 表情相当痛苦 甚至有人连胰筋红肿 我就是抓住 整个都抓住 这都脆弹都抓住 这都抓住 这抓住 富途家都有 游客残遭风群攻击 他们一直攀 一直站在那个地方 坐在那个地方 新北市土城老人会花冬三日游8号 早上10点多 前往台东县沿平乡 鸾山森林博物馆 想一探千年榕树 总共119人 因为人数过多被分成两团 一团走原本的导览路线 其他人则是走另外开的直感道 却在半路遭到密封攻击 11人被遮伤 其中3人比较严重 有两人还一度失去一事 紧急送一场救才恢复 这一处是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步道 也没有发生过逢折事件 所以不知道有风潮 抓到了就是它中华大虎头峰 是国内虎头峰最大最毒的 而发现的地方就在这 那边的情况就像一棵树 一棵树 然后这边一个洞 然后这边都是那个干掉的树叶 那个渣草 然后碰碰的 它就在这个它是挖进去的 就在入口50公尺 躲在树下竹槽 很多人不会去注意 一不小心经过 就会惊扰到风群 还好前面的人被攻击 赶快提醒其他人 近期风遮世界频频发生 遇到风群当下自保 远离并保护头部 用衣服收周遮挡 千万不要做出攻击或拍打的动作 只是这些长者玩到第二天 挂材虽然行程照旧 但恐怕也没有心情继续玩下去 步道也会暂时封闭 TBN新闻流浅留言 身份台东采访报道 好没错 这个秋冬季节 如果要进到山上来散步的话 一定要多加留意 千万不要擦香水 还有注意 如果遇到蜜蜂的话 千万不要出手攻击 才能保护自己 那除了台湾现在 常常有很多人被虎头风 叮咬的状况出现 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大陆呢 很多的大城市 像是浙江还有杭州呢 则是被臭屁虫入侵 这个臭屁虫 其实大家比较俗称 知道的学名是春巷 它只要被碰到 就会发出很臭的臭味 所以今天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大家进行分析 运文好 训文好 大家好晚安 好运文想要请教 现在中国大陆这个臭屁虫的状况 是不是很严重呢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名词很特别 叫做臭屁虫 现在正出现在是中国大陆的浙江跟杭州一带 然后引起他们网上很多的网民 就非常的崩溃 发文说希望他赶快的滚出中国 因为实在是射不了 实在是太恶心了 好我们怎么说呢 来看到这个臭屁虫 它呢又叫做是叫做这个 九香虫 九香虫 然后正式的学名呢 是叫做这个春巷 其实名字还蛮特别 我是第一次听到啊 然后呢 他一碰到呢 就会发出恶臭之外 来看到外形 我会觉得这个剪影看起来有点像蟑螂 对有点像蟑螂 因为他是个扁椭圆形的外形 然后呢 是呈现这个紫黑色的 有着铜色的光泽之外 他有两个臭孔 所以一碰到就会发出恶臭 但是呢 他是不会咬人的 所以说呢 他虽然是一种害虫 但是不会对人体有伤害 只不过呢 就是很臭 让你觉得很恶心的这样的状况 他甚至可以当作中药材来使用的哦 那我们就来看到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臭屁虫呢 他的一些特性 就是呢 他有这个曲光性 会在晚间进到民宅去 造成一些大的困扰 以及呢 他比较喜欢在暖处过冬 所以现在浙江杭州一带 出现很多的这个臭屁虫 再是他喜欢躲在是窗缝 像这样照片 躲在窗缝啊 躲在这个床背这边 所以呢 最好是关紧你家门窗的状况之下 可以防止这个臭屁虫入侵 是这个臭屁虫 他会进入民宅的确会对大家 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不过还好 就像郁文刚刚讲的 他不会咬人嘛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也就是现在在韩国非常 可以说是流行吗 就是他们现在被床尸 也就是臭屁虫 跟刚刚的臭屁虫不一样 臭屁虫不会咬人 臭屁虫会咬人哦 大家也会叫他床尸哦 韩国现在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知道很多亚洲国家的人 其实很喜欢到韩国来旅游 那其实这个臭屁 他是会在行李箱里面被夹带 然后进而来传播 所以现在各国都非常的紧张 就怕旅客把这个臭屁 跟着一起带回自己的国家哦 所以我们想要来请教韩文哦 现在这个臭屁 他的传播路径一般来说是哪样子呢 好确实看到这个所谓的臭屁 他又叫做是床尸 有可能会造成是国际上的大蔓延 因为他之前有出现在是 英国跟法国等地有蔓延的情形 然后现在是在南韩这个地方 像南韩的首尔啊 人穿啊大车都是旅游的重镇大城市 竟然都出现这样的臭虫的肆虐 所以很怕说可能会透过旅游的方式 进而大家带他趴趴走这样状况 我们来看到这个臭虫 床是他旅游他的传播途径哦 包含是一共的带入 或者是呢这个减食杂物 以及呢外出旅游就透过行李箱夹带方式 到别国家去或者是透过网购家具 可能都会有风险这样的状况 那再看到是这个臭虫哦 他本身呢他只要一次交配 就可以终身产卵 一身中可以产200颗卵 其实蛮厉害的哦 然后寿命是平均一年半到两年的寿命 然后如果看到他可以透过纸巾 拿了纸巾之下呢 去隔了纸巾把它捏死之后 冲进马桶去就可以 不用太过恐慌啦 那再看到是之前哦 其实在2018的时候 广州曾经出了很多牧师王这种虫 他会散播是新型的艾滋病 但是这个牧师王呢 跟这个床师是不同的种类的虫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恐慌 不过来看到是因为这个床师呢 他会造成人体皮肤的搔痒的 这样不舒服的情形 所以南韩方面呢 从下周开始11月13号到12月8号 会有重点防止这个臭虫 会在高风险场所进行展开 除虫大作业 那至于这样的臭虫 床师会有的国际的风险 所以呢 他如何避免 来看这个风气报导 拿了装备走进室内 居家清洁员开始一整天的工作 各式各样家具都得逐一清扫 尤其是每天躺卧的卧床 清洁首要关键 盛装满满清水 滴入专属清洁剂 装入机器之后 打开机器拿起吸嘴 来回在床上运行 透过机器拍打 强力抽吸 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到 吸出来满满的尘蛮跟虫石 就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一般尘蛮是看不到的 你看一下这效果很可怕 有些可能床单就是比较烧洗 这样 就是吸出来然后水里面有虫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很多棉絮 那都会在上面 另外在一旁的窗帘 也是尘蛮跟床湿的温床 透过机器清洁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居家清洁员表示 很多顾客都会特别要求 床铺 地毯还有窗帘的清洁 因为这些地方往往都藏着 不少尘蛮跟床湿 如果是像这种臭虫的部分 我会建议就是每天用吸尘器去吸它 然后当然是起初我们不太会发现 可能就是你可能被钉到或咬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 可能就要有疑似这种危机疑似 我们的生活周遭都会有尘蛮 或是小害虫的产生 尤其看到我们常常在睡的床铺 现在多多少少都会有床尸的产生 现在这个问题也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危害 床尸大局入侵令人相当困扰 床尸别名臭虫是一种无刺小虫 会在夜间叮咬人体吸血 它可以感知人类体温 以及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 进而搜寻下手目标 早在数千多年前就有记载 清老了人类生活 你有觉得奇怪又没有蚊子 可是又被叮 又咬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预防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臭虫在它的肢长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快的 只要有一次进来慢慢慢慢 它温床在这个环境之下 它就会喜欢 然后慢慢慢慢去做一个 它就会繁衍得蛮快的 这些臭虫它喜欢栖息在有缝隙的地方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床板 床涂柜 或者是床板跟这个我们床框架的这个缝隙 臭虫喜欢躲藏的地方 那通常它是这个白天折服 那到晚上的时候 它就可以出来吸血 年度昆虫学评论点出 近20年 臭虫又开始席卷全球 英国 美国 澳洲 日本 都传出成群臭虫 侵入民众住家 过去会采用杀虫剂的方式兑付 但专家表示 经过长久时间下来 臭虫已经对多种除虫剂 展出了抗药性 包含极常用的类除虫居精 虽然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 但还是有方法可以防治 臭虫非常惧怕高温和低温 只要在摄氏45度以上 或者极低温的环境 臭虫就容易死亡 另外透过高毒性化学物质 综合杀虫剂 搭配熏针 也能有效杀死臭虫 也见一般民众 外出行李带进屋 内外做消毒清洁 家里保持良好的心结习惯 可以预防臭虫 还有承拌滋生 家里面的话 臭虫发生的机率 最高最高就是在卧室里面 所以如果怀疑是臭虫丁 那就可以把这个床板掀开来 那这个床板床垫等等 我们会建议找这个专业的 这个出虫公司来帮忙处理 因为医臭虫的习性 它躲藏等等 所以通常自己处理 不容易根除 所以找专业的出虫公司 他就可以帮你有效的 把这个臭虫清除干净 臭虫危机席卷全球 无孔不入难招架 日常清洁至关重要 TVH新闻罗斯网来明台并采保报导 好这个臭虫真的是 如果旅游化遇到真的会蛮困扰的 专家也提醒大家还是要选清洁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饭店 会比较保险 另外我们来看到大陆的东北 在今天持续的发布 第二波的暴雪预警 我们TVBS的细议者呢 也在现场哈尔滨来直击 这个积雪高达厚度10公分 非常的厚哦 那么民众开车出门之前呢 找自己的车就像开盲盒一样 因为全部都被大雪覆盖 要找到自己的车恐怕不容易 8号中午哈尔滨又开始降雪 当地发布第二波暴雪预警 TVBS采访团队 直击当地的积雪厚度 一脚踩下 小腿以下立刻陷入白雪中 加上前两天的暴雪 哈尔滨郊区的街道仍旧结冰 汽车时速最快都不会超过40公里 而当地民众也对前一天发生在 加木斯的体育馆崩塌事件 议论纷纷 对外地游客来说突然可以欣赏银白雪景乐不可知 不过对居民来说就相当不变了 郊区的小巷内积雪更深 走进里面每一步都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而当地除了数条高速公路紧急封闭外 居民出门开车都得像开盲盒一样 先得找到自己的车 大家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一辆车 它看起来应该有超过三天没有动了 所以的话这个正面看出来 会知道它是黄色的车子 可是如果你刚好买的也是黄车的话 他们就说那这样怎么样子去找自己的车辆呢 这波入冬以来最强寒流也伴随足够水汽 大陆41个国家气象站测出 降水量突破11月的历史记录 才会造成东北及华北连续的暴雪天气 TVB的新闻谢贤喜 陈向如 哈尔滨采访报道 好猫熊是很多人觉得很萌又非常可爱的动物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华府的国家动物园的三只猫熊 因为足约到齐呢 这个月就要被送回成都了 那么另外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的猫熊 也将在明年被送回去 这也表示说美国将出现1972年以来 首度没有猫熊在美国的状况 也就是说美中的猫熊外交 也将正式的画上休止符 不管是在雪地里打滚 还是过一岁生日 体检 爬树 玩水 或者只是啃着竹子 过去50多年 八只猫熊毫不费力 掳获华府国家动物园游客的心 1972年随着美中历史性和解 尼克森夫人迎来中国赠送的两只猫熊 猩猩和玲玲 在这之后 美国掀起猫熊热潮 林林和欣欣在1990年代过世后 美乡跟天天以租借方式 来到华府国家动物园 一对猫熊的租金 10年要1000万美元 有猫熊宝宝的话 一年再增加60万美元 而所有猫熊全都归中国所有 必须返国 泰山 宝宝跟贝贝 先后在2010年2017年和2019年回国 剩下的天天美乡和三岁的小奇鸡 这个月中之前要回中国 19个小时专机飞回成都 要搭机得进出笼子 原方用蜂蜜水 替三只猫熊做训练 再过几天就要说再见 华府国家动物园猫熊馆天天是这景象 在这之后美国只剩亚特兰大有两大两小猫熊 但他们也要在2024年底返乡 美国将面临1972年以来首次没有猫熊的状况 猫熊协议的到期也是美中关系恶化指标 美国和盟友跟中国在多项议题上存在分歧 包括科技经贸台湾以及中国在中东和恶物战争的立场 随着美中关系紧张升高 猫熊外交的未来仍然是复杂的问题 GPB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导 好 观众朋友Bob Chen说 美国留学熊要海归了 我相信美国的民众之后看不到猫熊 应该会觉得蛮可惜的 我们把镜头转回台湾 来关心在台北市里的一处建案 今天在进行灌浆作业的时候 疑似爆馆 所以这个小石块还有小水泥就从11楼 从天而降直接洒到周边的林宅 而且至少造成了三户林宅的屋顶受到波及 还有很多的机车也被变成了花车 而受害的屋主跟车主听到巨响冲出来看 看到整条巷子几乎变成了灰色世界 被这么一阵赶紧从窗外往下看 到处都是水泥走到一楼更惨 小石块和泥浆从隔壁工地11楼高的位置洒下来 周边机车全被搏击 我们现在在灌那一道墙 那一道墙大概两半高 结果刚好快满了 它才不是断掉 施工人员急忙解释 住户听到巨响也吓坏 最上层的板膜应该是没有绑好吧 所以它灌浆的时候直接灌 太快了 太急了 所以就把板膜冲破 全部都乌烟瘴气了 看不到 全部都烟了 8号上午11点多 台北市市邸潜云站附近工地 一次灌浆作业时突然爆管 水泥和石块直接喷到旁边民宅 施工事到一半水泥从天而降 直接泼洒到旁边这个巷弄 就怕这水泥结块 因此工作人一得知状况之后 赶快赶到现场来洒水清理 突然一个巨响痛了一声 就赶快出来查看 发现后面都是水泥 吓一踏跳 然后我的机车后面 全部都被波及到了 掉下来应该是两次了 这次是这边收拾那边 从房子开始盖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影响周边邻居 没想到这回又发生意外 本案顶楼灌将发生爆磨意外 造成灵防损害事件 监管处后续将依违反建筑法 第六四三条规定 各裁罚承造人和兼造人 一万八千元 监管处将依法开罚 要求承监造人加强评管 但对周遭居民来说 这泥浆撒得到处都是 满条巷子都是泥块 要是砸伤人 后果不堪设想 TVBS旺一姐 他们从头 好来看到这真的是在神明眼皮子底下 直接吵了起来 在高雄的子官区 有宫庙的绕境活动 没想到其中两顶的神教 不小心发生碰撞 结果其中有一派人马心声不满 所以两方就吵了起来 而他们甚至还拿起神教 教棍企图攻击 还好被旁人阻止 绕境活动 现场闹哄哄 上演全五行 爆发兜殴拉扯 还有人挑起轿棍冲过去 大伙赶紧把人拉开 及时挡下来 祸祸完 康教的人一哄而散 轿子就被落在一旁 康教的打架 惊动警方 就在这个月五号下午高雄子官区一间公庙 专败关圣地军 神明出巡要回鸾 就在庙前两派叫班人员 神教碰撞到而爆发口角 最后大打出手 差点连长棍都变武器 旁人劝架拦阻 还有来凑热闹的也不守规矩 机车双载没戴安全帽 还跑给警察追 拒绝拦查 这场绕境违规的一堆 没戴安全帽的就有六十三件 还有逆向闯红等等 警方更举发了八十件的交通违规 以通知动手的两名男子到案说明 将一一次会继续无法 财主新台币一万八千元以下罚款 绕境求平安 好事一桩 却因为神教碰撞而打架 神明出巡变了调 TVBS新闻徐克成黄晓琪高雄报道 好来看到只是变换车道就被亮枪吗 新北市议员邱廷贵呢 他指控说 他的助理载着他跑行程的时候 没想到开到新北市的五谷 疑似只是变换车道 结果跟人家发生了冲突跟纠纷 对方就直接拦车 甚至当街亮枪 那么事后呢 警方还在嫌犯的车上 起出空气枪跟开山刀 也让议员质疑新北的治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前方塞车了想右切出去 结果后方就传来 被长安喇叭警告 驾驶很紧张 看了一下后照镜 果然一辆黑车追上来 硬是开到前面在击杀 接着摇下车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拿枪 他拿枪出来 枪枪完 用手还拿出一把枪 不只驾驶被吓到 后座其实还有乘客 刚好是新北市议员 当下其实非常的错愕 就想说 我怎么会遇上这件事情 如果身为一个议员 就这么容易的 就会在新北日常生活上面 就会遇到人家举枪 那新北市民怎么办 那新北市的治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5号下午4点多 助理载着议员 行进新北市五谷 中心路二段时 疑似因为变换车道 发生行车纠纷 没想到对方竟然当街 亮枪恐吓 警方获报以车追人 双AE手脚都有刺青的 就是呛箱驾驶 远景打开后车厢一看 不只有一把空气枪 还有开山刀 29岁的王姓男子 有窃盗 以及公共危险前科 公称车上的空气枪 是玩生存游戏用的 不满议员当时突然切换车道 害他差点撞到旁边骑士 才会上前理论 由于他不是现行犯 只能传唤道案 最后被依妨害自由 妨害名誉 以及恐吓罪 含送侦办 这位在路上发生行车纠纷 一言不合就被亮枪 尽管警方说 这把空气枪 鉴定后没有杀伤力 但不管是谁看到 都会吓坏 TV新闻告知 黄金分新北市报道 来关心政治消息 随着2024总统大选 越来越接近 但是蓝白和至今 都还是没有定案 那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呢 今天再抛出了三份民调 分别是求真民调 趋势民调 跟世新民调 我们从这三份民调 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也说 在这三份民调的 三卡都的情况下 柯文哲不只赢过侯友宜 甚至也赢过赖清德 不过朱立仁说 这三份民调呢 都是有把郭台铭放入民调之内的 所以每一份 都有至少5%的误差 那么现在呢 外界也开始出现了 侯涵配的声浪 那到底有可能吗 我们来看到资深媒体人 王浅秋就透露 他说 韩国瑜说 只想要当称职的拉拉队 而柯文哲今天则是说 韩国瑜其实也希望 可以当统估 他的态度呢 就是谁会赢就支持谁 直接给国民党对手 侯友宜一记重疾 民众党总统参選人 柯文哲爆料 铁杆蓝指标 韩国瑜全看实力原则 不一定挺自己人 你认为韩国瑜是会支持你的 朋友就是朋友 党派归党派 所以他也不会说 你看国民党还没搞 还没搞定之前 他也不会跑出来说 我支持柯文哲 直说跟韩国瑜很麻烦 来比特王之仇对决 柯文哲先掳获韩粉的心 有人留言喊要柯韩配 在这之前 柯文哲得先搞定蓝白盒 自信整合能赢 就靠这一点 你实质能够赢过 国民党的候选侯友宜 你是有信心的 有啦 要叫40岁以下投国民党很困难 国民党还是有一种那种心态就是 我就是老大 我分一些给你 你就要满意了 你不要啰嗦 总统这一举没成 其他部分还能合作 柯文哲边等国民党回复 8号傍晚 又去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但柯郭沛肯定没辙 他不能当政的 他也不会想去当副的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外号叫VV VV叫Big Boss 郭哥盒是这样 敌人的敌人 戴着口罩露面 郭台铭不发抑语 柯文哲帮忙说出心里话 郭台铭只要台湾好 狠气被国民党骗 更讨厌民进党乱七八糟 柯文哲再捕这一句 今天民进党变成这个样子 谁要互税大责任 新潮流啊 他们就是怎么讲 跟人家说矮细胞一样 就是一直扩张 相信在民进党里面 讨厌新潮流的很多 炮轰新潮流是堕落的祸手 柯文哲打绿秀战利 拉锅隆寒 扩大在野盟友 给侯友压力 TVBS新闻 文化哨评中加男女品SN小组 台北报导 好 蓝白河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度 但是眼看11月22号就要去登记了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他也再度喊话国民党 要用全民调来进行整合 而柯办也说现在时间紧迫 不是河再继续拖下去 也希望这一周就能有答案 今天我跟国民党会谈不容 是卡在这个政治价值 当然我也是很希望说可以合作嘛 所以开始说比全民调 终于找到迟迟整合不出 蓝白最强人选主因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主动出击 暂设民调较高下 除非你故意要作弊 如果你就是让公正的媒体去做 这很明显嘛 赖对科 赖对活 这个哪一个胜率最高 这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委托三家公司进行对比式民调 凡是柯文哲对上民进党赖清德 跟五党籍郭台铭 柯文哲支持度三成四到三成八 都赢过赖清德 最高差距来到八% 反观侯友宜不是跟赖清德打平 就是输 为什么不用这个胜率比较高的组合 为什么故意要用一个胜率比较低的组合 甚至会输掉的组合 他是故意再拖 我们这边还是希望说这周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组合 不想再拖下去 希望蓝白盒这周能有进度 但要准备的B计划还是有 传说中的副手人选坐开联 7号中午现身靖总 难道是为拍摄定庄做准备 坐开联还是我们重要的财经顾问 因为他毕竟在跨国公司 做到了台湾地区的最高负责人 副手人选难产 定庄照也延后 本来是对手赖清德的靖总 主委姚立民在哄克文哲 为徐春英争议乱了阵脚 才会跟学生问答实开呛 不仅伤害手头族 民调一定会再调 民进党我每次说 治国不怎么样 选举实在是一流 我那天在呛的是 赖清德跟陆委会 他就有时候办法这样去头去尾 用他网军的优势 就说我跟着在呛学生 反击绿营断章取义 22号即将正式登记 克文哲的火车下周将发动 就看国民党要不要上车 TV别人新闻话哨评 立平新北采访报道 好接下来要提醒 喜欢放风筝的观众朋友 这个放风筝的地点 一定要胜选 这位网红呢 他po出自己在松山机场旁边的 河滨公园放风筝的影片 没想到这影片一po出来 居然是触罚的 而且航空站 说要开罚30到150万元的罚缓 原来是因为松山机场附近 是严格禁止施放 有碍的飞行物体 不只风筝不行 连无人机甚至气球都不可以 自行超手加紧练习 不少人都会选择到河滨公园 来做修行活动 不过你知道吗 在松山机场旁边 可不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成功了 你要跟我一起放 Po上放风筝的过程 在抖音有12万多人 按赞的网红机车姐姐 平时经常分享生活 每部影片至少都有 5到10万的观看次数 这回记录自己放风筝 吸引3万多顶月 只是这地点 悬在松山机场旁的 关山河滨公园 恐怕已经踩到法规红线 航空站要找网红来说明 解考前联系网红机车姐姐 都没有回应 只是民航法规 一般民众傻傻分不清 难道都没提醒吗 时间回到网红放风筝的 这块草地可以看到 距离松山机场 只有不到一公里 就连旁边的告示牌 也清楚写明不能放风筝 不只不能放风筝 就连过节的烟火 小朋友最爱的气球 遥控飞机 甚至是大人爱用的无人机 通通都不可以 而且松基明定 机场四周5公里内 跑到两侧30度2.6公里内 都是禁止释放的范围 除了大家河滨公园 新生公园 市府广场跟国父纪念馆 通通都不行 若怕彩虹线 下次休闲活动前 先Google比照保险 TVB的新闻人情 伟佳琪台北采访报导 来关心尾巴冲突的最新状况 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击 到现在其实已经 持续了一段时间 目前以色列他们已经宣称 是已经攻入加萨的心脏地带 以色列总体纳坦雅胡也说 以色列军队已经到达了本来哈马斯认为以色列到不了的地方 而且行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甚至他们目前是使用海陆空协调下会持续的猛攻 目标就是哈马斯的分子 还有他们的设施也会逐渐的来缩小加萨的包围圈 而以色列现在也宣称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 现在是被困在碉堡当中的 一军从空中锁定加萨一间清真寺 随即投弹进行轰炸 因为哈马斯成员就躲在这栋建筑内 以色列接连发射炮弹炸毁哈马斯藏匿的据点 地面的士兵还挨家挨户地毯式搜索每一栋建筑 只要看到哈马斯目标就立刻开火 同时也开始进攻哈马斯的地道 以色列散兵部队在北加萨一处游乐园 发现哈马斯的地道入口 现在还巡获好几把遭遗弃的枪支 虽然以色列已经攻入加萨市的心脏地带 但和哈马斯之间还没有正面交火 CN分析认为这对乙军来说是好事 因为不至于在地面作战就耗费太多军力 与此同时社群媒体上 惊传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车队 遭到当街伏击 双方爆发激烈强战 武装分子在星期二向阿巴斯的车队开窗 击毙一个保安员 又和安全人员搏火 一个自称是阿布詹安达之子的团体 承认犯行 但巴勒斯坦出面辟谣 说阿巴斯人还好好的在办公室里上班 至于加萨平民持续往南撤离 不过担心逃离途中遭到攻击 有人高举白色吊嘎代表投降防止被轰炸 加上民众物资越来越缺乏 甚至两万个家庭只能靠一条水管来过活 尽管平安逃到南方 接下来要怎么活下去 还是一个挑战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知道从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到现在呢 尾巴的冲突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但是目前双方还在持续的交战当中 以色列的最大目标包含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扫除哈马斯 还有夺取加萨的控制权 还有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救出人职 而驻台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 他也说目前来说 如果对以色列说要停火还是太早 因为这一场战役呢 其实是对以色列来说最难的战事之一 而且其实现在以色列在加萨地区呢 已经有开通安全的通道 让民众撤离到南方 那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进攻加萨之后 引起国际间非常多的不满 甚至还有国家跟以色列断交 而这个代表呢 他就认为说现在中东地区对以色列不满呢 这一切有可能都是伊朗 操作的 缓缓降下国旗 七号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满一个月 以色列政府将半旗追到罹难者 台拉维夫民众高唱国歌 悼念在这场悲剧上升的罹难者 往返了以色列航空 时间已到 机舱特别广播 要大家默哀一分钟 耶路撒冷的哭墙则是聚集 交集的人职家属 家属为成一团为被绑的亲人祈祷 这位妈妈说 希望哈马斯放过他的儿子 最后情绪激动到当场咆哮 这名孙女说自己85岁的祖母 被哈马斯绑架 至今音讯全无 不过在巴西里约海滩 有民众放置一千四百面的 以色列国旗却遭到努骂 美国的示威活动也发生冲突 挺拔了斯坦的示威中 却有人带着以色列国旗来呛吓 没想到廷宜跟挺拔人士 爆发抢国旗大战 这名女子说 对方威胁要杀死 以色列人 美国的种族冲突越来越激烈 TVP新闻 组合报道 而现在以色列进攻加萨 当然各国都有不同的声音 而其中人道救援 人道物资的运送跟相关的救援 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知道现在G7的外长会议 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 而日本的外交大臣上川扬子 他也在会议上呼吁加萨 这一礼要来停火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说 面对这个加萨的冲突 各国应该要展现团结一致的精神 那CNN就分析 其实G7各国呢 因为在加萨的利益不同 所以在这个冲突上面 也出现了很多杂音 不像是面对俄乌战争一样 态度一致 停下来 日本街头上百人游行 G7外长会和英日外长和防长 2加2对话在东京登场 场外上百人聚集抗议 要求对加萨冲突停火 场内同样聚焦加萨冲突 不过到访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 这是G7重要时刻 必须展现团结 一致面对危机 只是日本也有自己的考量 而在英日防长和外长2加2对话上 日本外务大臣上圈养子 几乎加萨冲突停火的重要性 全ての当事者が国際法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こと 事態の早期鎮静化 人道状況の改善 及びそれに資する人道的休止に向け 連携していくこと等を確認しました 与此同时 罗马示威推出空的婴儿车 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儿童人职 悼念在加萨冲突牺牲了平民 呼吁停火的声浪在全球蔓延扩大 TVBS新闻 正好报道 来看到现在是AI人工智慧的时代来临了 所以大家当然都希望AI的技术应用 可以更加的深入 所以OpenAI举行了第一场开发者大会 那执行者奥特曼就宣布了 ChatGPT系统将会大升级 以后不管是教学助教或者是企业顾问 通通都可以开发自制的聊天机器人 而且ChatGPT的商店呢 也会在这个月就上线 OpenAI首场开发者大会最大亮点 执行者奥特曼宣布ChatGPT将开放 客制化功能 不管是孩子玩伴 线上家教甚至企业顾问 资料分析师 任何聊天机器人都能自制 这款宠物专用的热线机器人 能够回答四组问题 想要制作一个不用会写程式 奥特曼也亲自示范制作过程 只要会聊天 会上也宣布本月稍晚会推出GPT线上商店 客制的聊天机器人都能买得到 大会上也出现神秘嘉宾 微软执行长亲自来震台 OpenAI说 ChatGPT产品开发者有200万人 每周活跃用户更标迫一亿 传出微软对OpenAI投资130亿美元 双方互惠互利要抢震庞大的AI市场 TVB的新闻 周报导 好 我们来看到国内难道代理孕母 有望正式合法了吗 卫副部长薛瑞员就松口 现在已经正在研拟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 而草案当中也会可能纳入代理孕母 以及同性伴侣甚至单身女性 这三大对象 而最快有可能在明年底草案 就能送进行政院 那现在呢 也有很多过然人现身分享 他们说过去想要做代理孕母 其实都得要花200万到400多万 到美国还有乌克兰做代理孕母 而且过程相当辛苦 我们会提出来的版本 可能是会有代理孕母的 讨论很久的代理孕母 有望解禁了吗 卫副部长薛瑞员说的是人工生殖法 因为现行法规中的生育权 局限于传统的异性夫妻 只有异性夫妻才能够实施人工升职 不过国建署将提出修正草案 扩增单身女性 同性以及代理孕母 这三大类的寿数对象 有望明年底修正草案 能够送进行政院 顺利的话再送立法院审议 做完手术我那时候植入失败 我还因为子宫肌瘤开刀了15公分 人家开刀是为了生产 我开刀是拿肌瘤 林小姐四年多前到乌克兰寻找代理孕母 先前她因为子宫肌瘤动手术三次 孕育小孩有困难 但是最后成功代孕 生下一对龙凤胎 你的生活都是绕着小孩子转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甜蜜 台北两百万有找 百六十到一百七十万之间 就是过两个月就已经二十八年了 对我来说 东口说明的话不是重点 就是你要action 你要去做 不止这一例 有民众开设脸书粉专 分享乌克兰代孕成功经验 她说运送胚胎是个大关卡 经过卫福部同意 找寻运送公司文件来回 七颗胚胎从桃园搭击到维也纳 载经由火车前进基辅 运送过程十四天非常煎熬 最后总算过关了 另外还有知名经纪人陈振川 二零二一年在美国 花了台币四百五十万元 借由代孕喜获林儿 一家三口幸福成家 代理孕母陈昭姿 则说已经推动这么久 要在这个会期内讨论完 应该相当困难 但希望可以加速通过 不过现在也出现了反对声音 部分团体认为这是商品化女性 法条到底怎么修 不同的立场 恐怕还得持续讨论沟通 TVBS新闻理睁 黄凯敬台北苍播导 好来看到台湾饮料的封口 封膜的技术呢 受到日本网友大赞 说这真的是太方便了 饮料完全不会外露 但是其实呢 这样子的设计 当然是来自台湾 而是在高雄彌陀区的 一间工厂研发 当时老板是花了四年 在民国74年研发出来的 但是要成功冲出销售量 其实是在泡沫红茶 时代崛起的时候 才成功销售出去 手摇引装入杯中 经过这道关卡 封口珍奶不会渗漏 你我每天喝的手摇杯 上面这层风膜 有想过他是咱们台湾人发明的吗 擦吸管或者是说直接用救口 环保意识抬头连纸片也能封口 来自高雄彌陀包装封口商 厂内封口机款式已经进入 第十代老董是他 创办人叶宜芳 年轻时卖鸡蛋 学化工毕业 灵感来自于做自助餐的朋友 其他设计装汤不会洒出来的玩意儿 他从民国70年开始研究 花了4年第一代风口机诞生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商品乏人问津 直到十多年后 泡沫红茶崛起才冲出销量 当时一台机器刚出来贩售的时候 开价是8万块 一个不小的数字 所以一开始都卖不出去 结果没想到后来 因为我们试着去降低了成本 工厂交棒第二代 市场也从茶饮延伸到微波食品 欧美连锁食品厂 也用台湾本土风口机 日本连锁速食店饮料杯也是 当地还不普及 所以日本网友狂赞 台湾网友则自豪留言 这是我们的日常 台湾人厉害 不会换倒 有卫生 对 外送方面也会比较 不会有胜出来的问题 为了想要帮客户解决 解决问题的一个想法 我父亲自己也有说过 他也没有预想到说 他后面的生意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本土风口机20年的专利已经过期 现在做到可以客制化 每个月销量2000台 全台有8成市战略 出口50个国家 帮全球10亿人锁住美味 鸡婆的发明 来自台湾值得骄傲 TVBS新闻方志诚 高雄报导 好 观众朋友刘兄伟也说 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的确看起来日本网友 真的蛮喜欢这个技术的 让我们来看到 有一名先生他在台湾 看到很少见的日本国铁的火车模型 马上就透过代购想要来买 但是他收到货之后发现 这个规格跟他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 所以想要请平台帮忙退货 结果迟迟没有获得回应 让他觉得很不满 觉得自己都付了服务费还有运费 但是却买了一个没有用的商品 对此业者回忆 其实当初卖家是有提供照片的 而且也有清楚的标注出规格 也有协助申诉协助处理 身为资深铁道迷 家里都会有像这样的轨道模型 工作累了想要看看火车疏压 随时都能看得到 但搜藏品就缺这一个 日本国铁EF71 红色外壳又有点复古的车型 吸引颜先生 只是台湾很少见这个模型 他透过了代购平台 向日本卖家下标订购 但到货后就发现 怎么跟原本定的尺寸不一样 对我来讲就是 没有用的一个商品这样子 觉得是很消极 你像如果我们今天在虾皮 买了任何的东西 出了问题 虾皮它会先主动退费 贴柜的宽度问题 买来就无法放在 他的模型轨道上奔驰 严先生就像平台反映 迟迟没获得回应 因为是代购代为下标 他认为就跟一般网路购物一样 应该要由业者协助处理 虽然这几天对方都有回应 偏偏日本那头的卖家 寄出后就失联 尽管业者有在网页上写出 免责声明 指出售后服务 维修 他们都不负责 还是让他觉得不该如此 虽然火车模型价格约三百多块 但付了国际运费 还有服务费 结果遇上卖家寄错商品 尽管代购平台有协助申诉 毕竟钱都花了 吃吃没获得回应 难免让他心里觉得不舒服 TVB的新闻黄冠伟 视线原先伦 台北采访报道 好 没错 接下来双十一也越来越接近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网路上购买东西 一定要记得看清楚相关的标示 另外我们来看到 由修杰凯担任制作人的最新台剧 邀请了二十多名的超强卡斯 而其中呢 小S也是睽違十年重回台剧 他也说机器系一度非常紧张 好 正中间后面高台的正中间 帮我们看一下 大咖奇剧由秀杰凯担当制作人 邀请林姓如 林波红 鲁鲁 王敬 一共二十位演员 谈十段爱情关系 其中小S更是睽違十年回归台剧 你也知道我是离婚妇女士 我们今天只是潜聊 所以什么时候才要深聊 等一下我会cue你 我掐你的时候 藏不住的综艺魂 严启戏来却很认真 导演情话话三次过通才敲诚 他对戏武康仁 激情戏很专业 你也知道里面尺度 你们都看过吗 里面的尺度是不是太很大 还可以更大 还可以更大 他就说你放心 我要的就是慢慢的那种唯美感 他很专业 对 就是也很配合导演的调整 那我们都听导演的拍摄下来 是很舒服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对 然后明威就是 好像有一种一见如故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频率很像 故事分十个篇章 不被年龄性别所框架 杨明威 张广成 张耀仁同步受邀 曝光花 寻找人胃口 至于可为十九年重返戏剧圈的林熙磊 自爆这件事 我本来看剧本之前 其实我没有跑步要见 看剧本之前 但是看了之后 我自己也吓一跳 觉得剧本竟然我会喜欢 我自己喜欢最重要 他可以一次找到二十位大牌 一起来参与这部戏 你知道也不是每个都 很好搞的感觉 我很好搞 他很好搞 但是全部都handle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赞 同步找来 在9188演唱插曲 挑战台剧天花板 也希望描述疫情下的恋曲 用温度感动人心 这部戏宣龙上场 我们去塔巴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